那個去背的部分呢 可能就要麻煩各位你打開你的那個 電腦裡面 這是我們用的叫做Phototein Tag 雖然說我們之前用的這個Phototein Tag 也不錯對不對 不過它的 那麼多有點像它有缺點就是 它本身在去背圖片這方面是比較弱的 它沒有辦法做太多 所以我們只要用商業軟體 那你可以直接把它打開 你打開之後呢 各位你記得 你電腦裡面應該都有 在桌面上應該都有 那你到這個地方 你把它換成全功能 各位進去 一進去好像不是全功能 所以把它換成全功能了 等一下呢 我們會需要用到 剛剛有請各位到我們裡面 來call的這個 Phototein Tag的 接取的物件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怎麼樣把物件抓出來 好那這個 你會了之後 你就可以跟我們Phototein Tag的結合 還有呢 我們今天還有另外一個 有沒有要做這個漫畫卡通的 你一樣可以拿好之後就拿來用 好 那我就把後面還給各位 請你先找一下 你的Phototein Tag把它打開 現在來學一下怎麼樣做區域 那這個呢 請問 可以不要普攻 不要後面那一些嗎 可以 你這麼相信我 可以嗎 我們來試看看 你在這個Phototein Tag打開之後呢 隨便你去打開 你可以從這邊打開 也可以不用丟進來的 都沒有關係 請到物件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截取物件 就是這個 好 進來了之後 建議各位你把它放大一點 你放到最大 這樣 你再做會比較容易 好 那 只要幾個步驟就可以完成 四個 好 這個 你首先就要把那個 那個 你要的物件 放起來 那我這個呢 說 快一點 太粗了 太粗了 粗魚來說 粗粗好而已 好 我這樣就放好了 我就下一步 然後告訴他哪裡 不要的 外面不要 再下一步 他就幫你算 對不對 算好了之後 這裡不是很滿意 就稍微再修理一下 簡單的 簡單的 先簡單的 稍微 清理一下就好 好 如果沒有給你出去 最好的 今天 給你 難度 這樣才會出現 不會 所以 這個是給你提升 盡興用的 好 那 你今天 真的想要做 我會用 我用這個給你看 你看這個毛隆有的 對不對 你如果說一般 你用泡手工去把它框出來 副指類 效果還不好 因為你硬用剪刀把它剪下來的嘛 所以呢 要溫柔一點 來這邊 物件 截取物件 一樣的方式 好 那你進來之後 我們通常會建議 放大 眼睛比較不會那麼累 好 你放大了之後呢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藍藍的 這個地方呢 你把它按下去就可以做平移 如果你的土比較大的話 按成環土脫衣 那你就不用那麼辛苦在這邊脫 好 你看 我們一般會遇到 要區別的精品 主要有兩種 一種就是像 你現在看到這個 它本身有沒有發現都跟背景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就不好玩 頭髮那麼多 你怎麼 有辦法把他一根一根去 那等你去到晚就完了 你的人生就過了一半了 你看 所以呢 這個 遇到這種事情 我會怎麼做 你看 我就很單純的 把它 筆刷 筆刷大腳你要調到適當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在這個地方是比較 分不清楚 我就直接塗在它上面就好 好 就塗在那個不清楚的上面 那麼塗塗塗 好 我再往這邊走 等一下呢 我會遇到第二種情形 那這邊都還算不清楚的 所以我就 這樣 那 各位呢 這個筆刷大腳 你可以隨時 其實是需要調整 還有呢 不用停止複習 你隨時可以放開法律 去做影響 好 不要那麼在意 這裡我就可以小一點 不要 那 筆刷的大腳呢 還有你塗的範圍 其實這個是最重要 為什麼 因為它會影響到你最後的結果 所以通常我在做這一塊的時候 我都是很認真做的 你用這個也可以 有沒有 你看這邊就是不清楚嘛 就直接塗在上面 那它就把你做記載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請問這個比較清楚的 就是這裡還蠻銳利的 邊還蠻銳利的 對不對 所以我的筆刷就可以小一點 這邊我都可以小一點 好 到這邊你就會看到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這顆心 請問跟邊緣有沒有 分得很開 我現在剛剛這邊滾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如果你遇到第二種環境 就是像現在這個 我們的邊 跟你要去掉的地方 分得很開的 你的底下不用太大 但是重點是什麼 一半在內一半在外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塗的不是完全塗在外面 也不是完全塗在裡面 是在那個邊界的上面 因為它這裡就會自動幫你計算 這樣你清楚了嗎 所以我們一般主要會兩種就是 一個就是像我們剛剛一樣 就是怎樣 有一些混雜在一起的 第二個呢 就是這種很清楚的 你就不用客氣了 就是一半在內一半在外就好 所以你看我真的有認真話 這裡一半在內一半在外 到這邊又是不清楚的 我就不用客氣 就直接塗在它上面就好 你就不要塗太出來 這樣解決嗎 不清楚的 我們就直接塗在它上面 這樣 所以建議各位 你的照片 一定要把它放大一點 你不放大 你就會覺得 我的筆刷也是很小 可是事實上你放大 再來看它毛邊跟那個 的筆記 你就會發現 稍稍怎麼筆刷那麼大 所以稍微留意一下 你把它放大一點 處理其實會比較容易 像這邊就沒有很不清楚 好 就一半在內一半在外就好 好 總算判到鏡頭 好 最後再把它接起來 那我現在回到這裡 有沒有 就接起來了 那 這個呢 如果好的 等一下都可以下一步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比如說有些時候 拍照的時候 有沒有插腰啊 那這裡不是會有個洞嗎 手 手這邊就有個洞 那這邊內容也不要 你也可以把它框起來 不是說只能有一個框 如果說我這邊 他手是插腰 我在這邊多畫一個 有沒有 多畫一個 欸萬一這裡 是OK的 等一下等一下 你這樣是要把它框起來 這樣會吧 好 那 如果呢你做好了之後 如果萬一做錯 你可以用這個 橡皮擦 再把它擦掉一下 好 像這邊 那邊 導致上都不要畫那麼多 蛤 大海膠怎麼辦 嘴巴閉起來就好 蛤 騙得很挑 好 下一步有沒有 下一步 第二步 第二步要做什麼 要告訴他 哪裡 要哪裡 不要 我們 是不是外面這裡不要 你就點下去 有沒有 但是有些人會這樣 點了之後 你看 有破洞的人 你看我最故意把它擦掉 有沒有 所以我是不是擦掉了 破洞 你看我下一步 有些人點了之後 是連裡面就不見了 那你就不用懷疑 你已經到破洞 請回上一步修補 好 再來 修補 那 現在呢 就讓各位先試試看看 到第二步做就好了 先給阿確定 好不好 來